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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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杭州湾里前唐江畔的杭州城 有的观众可能要问 上一回介绍的是北京为什么一下子跳到了杭州呢 这是因为运河像一条长长的扁单 两头挑的就是杭州和北京 我们的这种安排是为了一碗水端平 杭州比北京的岁数大一些 已经有两千二百多岁了 它是中国的六大古都之一 在历史上之所以有十四个人在这里做皇帝 他们当然不止是为了欣赏就近前唐江大潮的奇观了 杭州的崛起杭州的声誉经久不衰 原因很多 首先因为它是金杭运河的异端 是金杭运河和前唐江的汇河点 世界各地都一样 在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的岁月里 江和交汇处往往是兴旺发达的大小都市 其实时至今日 在公路铁路空运海运都相当发达的杭州 海鼠运河码头的吞吐量最大 在金杭运河最南端的这个名叫武林门的码头 虽然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岗相比 是小物件大物 但是每年的客运量也高达三千多万人次 货运量多达一千多万吨 莽运于杭州和苏州 无锡长州一带的人们 花钱不多 不但能捎带高雅的绫罗绸缎 也可以用罗筐装着粗俗的鸡鸭珠羊上船 不但用不着倒车转车 而且还可以摆平了 每每地睡上一觉 就到达自己的屋前院后了 杭州的兴起 是与室内的中河和东河分不开的 这两条河一头连着运河 一头连着钱塘江 像当初 他们供应着居民的生活用水 灌溉着许多农田 转运着江河来往的货物 十分繁忙 他们是历代杭州的动脉和静脉 可是杭州也像一个爱吃肥肉 而不注意锻炼身体的老人 终于得了周氧动脉硬化和静脉曲张 这两条河渐渐变窄了 变浅了 断流了 多少年了从河上飘来的 再也不是美丽的春天 从水上散发的 再也不是亲人心脾的清香 生活在中东河两岸的人们 对于互输不度是很熟悉的 而对于流水不符 就相当的生疏了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古往今来无人不晓 但是如果容忍中河东河继续断流 那么杭州的美名就不是名副其实的了 杭州人已经开始行动 他们准备在杭州的西南方挖掘一条地下沿水道 把大桥西面的乾堂江水引到西湖 再通过西湖把江水注入中河和东河 同时在城区的东部开一条新运河 把乾堂江和大运河重新构通 杭州人不但要借用乾堂江水 让湖水、河水流起来、活起来、新鲜起来 而且要让河道两岸绿起来、红起来、霉起来 最终成为一个花岗关于流浪文英的代状大花园 如果这个计划最后得以实现 那么杭州这个巨人就再也不会轻易患心血管病和静脉曲张了 杭州之所以遇满中外 还因为它拥有许许多多保存完好的名胜古迹 诸如历代寺庙、宝塔、石窟、碑质、桥梁、墓葬和古树等等 举不胜举 但是 不知什么原因 杭州两个鼎盛时期的皇宫建筑群 却荡然无存 几乎不留踪影 公元十世纪南宋王朝 更加辉煌的庞大皇宫 也不见了 本来南宋王朝的宫殿可以和北京的紫金城相避美 然而 如今可以供人寻骨私忧的佐证 唯有凤凰山上的积极台阶了 有趣的是 在杭州玉皇山下有一块八卦田 传说它是南宋皇帝亲自耕种的田地 这个传说是真是假 不关重要 稀奇的是 这八卦田的田梗 并不是铁柱的 更不是金砖器的 六七百个年头过去了 八卦田依然界线分明 平分四面八方 照例种植着稻麦 河豆等八种庄稼 在当今世界 这无疑是历史最悠久的五谷试验田了 凤凰山 过去是南宋王朝的皇宫所在地 如今是庶民百姓自得其乐的地方 他们是在送诗 词儿嘛 只有一句 他们是在唱歌 旋律呢 只有一个 节外人或许会觉得 费节可笑 可他们 却在细细的写语中 寄托着淡淡的希望 如烟 如云 如幻 如梦 这里也在唱歌 然而基调 旋律和心境 大不一样了 他们 或许都是在退休之后 才互相认识的 这并不妨碍 他们结合体育运动一道 举行无伴奏的演唱 应是这般舞姿 这般服装 反正不是逢场作戏 竟可以捡自己最乐意的来唱 谁能说这样的自我欣赏 不是最美的欣赏呢 五百年 一千年以前 中国曾经有抛锈球定终身的婚姻习俗 杭州市的青年把历史和现实拉扯在一起 把演员和观众结合成一体 尽情地做着飞金飞骨的游戏 五十号名门闺锈一球抛出 犹如杯水泼地呀 注定了一生的悲悲苦苦 欢欢喜喜 如今 尽管抛球和得球的实际结果是零比零 该上山菜茶的去菜茶 该回厂做工的去做工 但毕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对于外地人外国人来说 杭州所以引人入圣 完全是因为有一个美不胜说的西湖 西湖原先叫名圣湖 前唐湖 是苏东坡在文章里第一次把前唐湖叫做西湖 这大概是因为西湖在杭州西边的缘故 其实对于杭州人来讲 西湖的主要功绩在于 他像一位永远年轻的母亲 以自己甘美的乳汁养育着历代的杭州百姓 西湖供应着杭州百姓的用水 西湖灌溉着杭州的农田 西湖又是运河南端的水源 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 没有西湖也就不存在什么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现在请您再听一听专家对西湖历史的介绍吧 据地理学家研究 在一万二千年以前 西湖这个地方是一个海湾 现在杭州城的这一部分是一片汪洋大海 后来由于乾塘江带来大量的泥沙 在湾口淤积 后来就把这个海湾和海洋隔开了 在淤起的陆地上 逐渐的就建起了杭州城 在唐朝的时候 杭州城的居民 由于引用地下水太咸 所以对城市发展很不利 唐代宗的时候 杭州刺史就李密 他开始饮西湖的水到杭州城去 在杭州城里边做了六个井 这就是著名的杭州六井 其中最大的一个井就是向国井 现在在杭州城的解放路还可以看到 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到杭州来做刺史 他进一步扩大了西湖的水 建了著名的白宫地 把西湖的水位提高 扩大了它的区域水量 这个白宫地 就是从现在的少年宫 到武林门这一带 和咱们现在所在的白居易不是一回事 但是白居易建的地 现在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白居易提高了西湖的水位以后 把水通过大运河引到杭州的郊区 灌溉杭州郊区和海宁一带的农田 使这一代的农业经济很快地发展起来 它同时还改善了由西湖引水到杭州城 扩大里面六景的工作 使杭州城的供水又得到了改善 这就是唐代建设西湖水利的基本情况 宋代又有多次的维修 但最大的一次还是在苏东坡当支州的时候 他看到当时西湖的水的状况不太好 所以他极力主张全面进行整修 扩大西湖水利 他做的工作主要有两条 一条还是建立杂雁 把杂雁维修好 提高西湖的虚陷能力 另一个工作他就是建了这个苏地 这个苏地实际是全面 输进西湖的时候 从湖底挖的是泥草一起堆到这两天 堆到这样一个苏地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既有苏地的东西有放的地方 另外人们在这走起来很方便 不然的话路途很远 自从苏东坡全面整治了西湖以后 西湖的水利扩大了 不但继续有灌溉效益 向城市给水效益 更主要的是接近运河的用水 运河的用水 这样西湖从总的情况来看 它是水利工程 它既能灌溉又能城市给水 又能够供用运河给水 又是个风景游览区 这在水利上就叫做中和利用 这是个中和利用的水利工程 是啊 西湖不仅有着美的外貌 而且有着美的心灵 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在离开杭州的时候 曾经写过这样饱含深情的诗句 古往今来许多人为西湖写过许多诗 其中写的最动心最痴情的是两个人 他俩都是杭州的父母官 他俩都是西湖水利的工程师 湖上春来四画图 乱风围绕水平扑 未能抛得杭州去 一半勾留四四湖 水光炼焰晴天好 山色空蒙雨一齐 若把西湖比西紫 淡妆浓膜 总相宜 杭州离东海不远 杭州是运河的南端 杭州怀抱着西湖 杭州坐落在前唐江畔 均可知 缘故时候 杭州就是一个海湾 下一回介绍浙东运河 杭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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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岁月的流逝 古渡口已经失去往日的活力 如今只有这门面和招牌上的 推了色的大字 经过历史风雨的波时 至今还在告诉着人们 当年有过交通内核行业公司 气轻 직vé童行业练 soda 时候已经是对大吉他人闹去意 fields 三次吗 进去计时的希腺当努那辞 这位84岁的老阿婆 姑娘时候就会这门手艺 那个时候许多人以此为生 现在几乎成了独家经营的绝技了 这东运河从西兴古渡 向东南流淌便到了萧山 萧山现在是杭州的卫星城 这里盛产毛黄嘴黄腿黄的三黄鸡 这种鸡生长期短而肉味鲜嫩 用它做原料加工而成的萧山烧鸡 深受杭州和东南沿海一带人民的欢迎 成为一种名池狭尔的地方风味 岁数大的妇女关心的是三黄鸡 活鸡鱼鸡毛菜 姑娘们却更为喜爱本地的麻边工艺鞋 几乎人脚一双 穿在脚上顾虑生风啊 而且轻盈干爽服贴 因而取个生风的名字 如今已经随风飘向国内外妇女的脚上 据说意大利的妇女尤为喜爱 古老的仿宋官窑陶瓷 又闻古朴色泽老成 造型生动 也是萧山的一种传统地方工艺 约河在这里平静而满足地流淌着 使大自然呈现出一种十分柔媚秀丽的情调 水是眼波横 山是霉风巨 欲问行人去哪边 山水盈盈处 这长长条石铺成的水上走廊 大家在电影舞台姐妹中见到过她 在早春二月和秋景中也见到过她 她的存在 她所创造的意境和气氛 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 她就是浙东运河上的典型风光 她是水中的桥 还是河中的鹿 看来称呼她是鹿更为合适 本地人叫她唐鹿 也叫嵌道 是唐代元和十年修建的 距今有一千多年历史了 修筑唐鹿的墓地 自然为了嵌夫拉嵌行船 同时也便于船只避风停泊 古老的唐鹿 印下了多少代运河嵌浮的沉重脚印 多少诞生在这里的著名历史人物 从他身边走向自己新的人生 爱国诗人陆游是从这里走向大千世界的 辛亥革命先驱秋锦 也是从这里乘船过去的 伟大的文学家鲁迅 在处理家产之后 带着母亲也是从这里乘船 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故乡 不论在什么年代 也不论拉的是什么货物 拉嵌毕竟不是闲庭信部 当然咯 不是为了填饱肚子 更没有鞭子在空中飞舞 而是为了娶媳妇 为了盖心屋 那么谁都难以诉说 这尖头几分是甜 几分是苦了 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 另一个古老的风物 燕袋工程 燕袋 就是恒兰在河道上的坝 由于浙东运河 组合于乾塘江 曹娥江和永江之间 各段水位高低不一 因而必须修筑一系列燕壩 来解决水位落差问题 在这栋运河上 如今较大的燕袋船渣 还有多处 使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一部活的航运工程史 这是磨燕 所谓磨啊 就是利用船底 一头一尾的两个支点 相互递进的往前挪 要是船上装货载客 得把船卸空 然后重新装上 既费时日又费力 但是 它却是航运史上 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从此沟通了 不同水系的航程 利用脚盘 拖船过坝 泥是润滑剂 水做润滑油 为的是减少船底 与石坝的摩擦 然后用绳索 一点一点 硬拖上坝来 在人力拉不动的时候 还有用牛来拖的 据记载 金行运河上的花周燕 用牛竟有22头之多 古老的过艳方式 金管显得有点原始和路后 但是在它刚出现的时候 却代表了文明与进步 有了它 才有后来各种类型的 生船机和船长 是啊 一个漫长的过程 是不可能畅通无阻 但是有了爆竹在心 其后就会有火箭升天 过船的燕坝 却起了个一亭的名字 由于水力差不大 过坝显得那么轻松流畅 对这两位来说 待船过宴 就像城里人家 搬自行车跨一道门槛 也成为家常店饭 这里落差数十米 过宴就要冒一定的风险 这就平安和省力的多了 可这完全是在古代燕坝的基础上 安装钢轨和电动脚盘 而建起来的 这才是实实实实实实在在的 汇河同永江衔接 他在今天腾飞 有着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的保障 鲜江人和 吃苦耐劳的精明干练的宁波人 本身就是一宗巨大的资源 他在说 宁波话是非常硬的 有人说情愿跟苏州人吵架 也不和宁波人讲话 完了 阿拉宁波人的乡音 真是四海可闻 把世界各地的宁波人士动员起来 关心和支持宁波建设 就是充分考虑到宁波人和的优势 再从历史上看 宁波远在秦汉三国时期 就与海外有交往 唐宋以来已经成为 我国三大对外贸易中心之一 这艘在宋代古码头出土的海船 据考证 认为是宋代一艘尖头尖底方尾的三维外海船 这艘出土宋船中还载着大量陶瓷 其中宁波月瑶青瓷最多 一千多年前 月瑶青瓷从宁波出口 远舍重阳销售到朝鲜 日本印度伊朗埃及苏丹等 二十多个地区和国家 形成盛极一时的海上陶瓷之路 它同丝绸之路一样 对促进人类进步和世界文明 做出过积极贡献 在对外友好往来中 宁波同一一代时的日本联系密切 日本的浅唐使浅宋使浅明使 大多从宁波上岸 我国古代文化也从这里传传向日本 宁波东乡的天同寺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有着突出的地位 宋朝期间日本和尚荣熙飘洋过海 来这里拜师求祭 学成回国提倡禅宗 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始祖 天同寺因此被称为 日本曹洞宗的祖庭 后来又有日本高僧道元和尚 日本高僧同时又是画家的许周 曾在天同寺学禅多年 中国禅宗由天同传到日本 至今日本佛教徒中 信奉天同派曹洞宗的 竟有八百万人之多 1980年 日本曹洞宗馆长率众朝礼天同祖庭 在这里树立了一块 道元禅师德法灵祭碑 继续了这座千年古叉 凝聚着中日佛教徒的身后友谊 至于宁波的地理 六十年前 孙中山先生就有再次建立东方大港的宏伟方略 让我们从新建的北伦港码头放眼望去 不平浪静 舟山群岛的大小岛屿在对岸三面环抱 形成挡风的天然屏障 主航道水深五十米 流顺浪小 不动不渝 同时又陆域辽阔 真是个理想的两岗 北伦港全部建成后 年吞吐能力在一亿吨以上 展望未来 我们在感到鼓舞和振奋的同时 心里又有些着急 自古以来 宁波港与祖国腹地联系 主要靠的是一条浙东运河 如今虽然有了航永铁路和公路 但是还难以承受 东方大港一吨以上的吞吐物资 比起宏伟的大港来 浙东运河 那面有点瘦弱呀 但是我们相信 随着大港的腾飞 古老的运河 也必将焕发青春 充满新的活力 在下一回里 将请您领略绍兴的风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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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船 桥 酒 是啊 有水就有船 有水就有桥 当然了 有水就能酿成 纯香的美酒 这可得看是哪儿的水 绍兴的水就能做出 明文四海的好酒 换个地方可就难说了 早先这里叫 山音 桂姬 岳州 南宋时候才改为绍兴府 是临时首都 南宋有六位皇帝的陵墓在这里 绍兴是水乡 船呢 就成了绍兴人离不开的交通工具了 这里的船呢 各式各样 有木船 有水泥船 有机动的 有手摇的 当然了 陆地上有公共汽车和自行车 这水上就有公共船和自行船 绍兴人还给他起了个带羊味的名字呢 叫水上小巴斯 你看 父女摇的行转自如 姿势优闷 男的姿态可就比不上了 船走得平稳啊 打个盹 倒也美哉 你瞧 这黑乎乎的一溜 是绍兴独特的乌棚船 因为棚子是黑色的 才有这么个面 您看看啊 这个划法呀 手脚齐上 别的地方还真没有 要不怎么能叫独特呀 是啊 人们都说手是最灵巧的 可是啊 绍兴人的脚也这么灵巧 当年鲁迅周恩来 都是坐着巫童小船离开绍兴城的 前方劳作 还得靠后方支持 是啊 瞧 两脚出动 把两只手解放了出来 干什么都那么自由自在 真是悠哉悠哉啊 现在是手脚一起劳作 到了冬天 两只手揣起了郁寒 又可就苦了一双脚 现在该观赏水箱的桥了 在市区里就有四百多座桥 千姿百态 真像个桥的博览会 当然了 一下子水也看不了那么多桥 这里咱们只看看桥中间的 最古老的最年轻的最古老的最年轻的最有趣的还有最长的和最短的几种 最古老的一座 叫八字桥 八字桥 为什么叫八字桥呢 请看 从哪个方向看 都像左边一撇右边一那的八字 其实这一撇一那都是岸上的隐桥 咱们说说八字桥的生辰八字吧 它修建于南宋迦太年间 也就是公元一千二百零一年左右 距离今天已经有七百多个年头了 最年轻的桥 也就是新建的桥 它可不是石头做的了 而是现代化的水泥桥 它跨度大 面宽 能通行现代化的汽车 城北桥是1982年竣工的 这座桥是1983年完成的 你看这座桥 这座桥更大了 我们去的时候正在施工 现在可能已经完工了 这座雕塑是古代艺术品 装饰在桥头上 据说它有震水防灾的威力 想必是水里的蛟龙见了它 总得老实点吧 对了 这是一种像楼梯式的桥 我们打飞机上往下看 更显得别致 这座桥就是绍兴城外 运河上头的太平桥 这座桥最长 我们只能一边走 一边看 还一边数数 怎么样 有多少个桥墩 我们算了一下 这座桥有桥墩160个 有118个孔 桥身是用三条石板平铺的 有三里多长了 可真不短 快赶上武汉的长江大桥了 可是您知道吗 看它像桥啊 它可不算是桥 因为这座桥呢 是顺着运河当中架走的 是给船拉嵌走的嵌道 您看 这一座才是长桥呢 走了好半天了 还没有走到桥顶上 这座桥叫四龙桥 它像一条龙 头朝北 尾向南 长百米 宽三米 因为它有大小 二十个孔 人们还叫它 链椰角 什么桥 就是二十眼桥 最短的桥 您看 就用一块条石板的 作为河岸两户之间的通道 真有意思 这种桥在绍兴有的是 大概这就是 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吧 这座桥啊 桥长一米八 桥宽呢 几一米 它的长度啊 正和现在女孩子 找对象的标准高度的尺码啊 鲁迅先生说 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变成了路 曾经在这路上走过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早在四千多年前 顺王来过 他还在这里耕过地呢 这当然是传说了 顺王庙 是清朝咸丰年间重建的 进山门 迎面就是重沿挑角的戏台 后面才是大殿 史书记载 传说中拯救万民的治水英雄大羽王 曾经在这里大会诸侯 死后葬在这里的贵姬山下 司马迁 李白 杜甫 袁枕 还有秦始皇都到这里来过 春秋战国时代 这里是越国首都 越王勾建 卧心尝胆的遗址还在 人们都知道 绍兴出师爷 其实 从汉朝时候起 这里已经是文化名城 绍兴出过不少文化名人 比如 东汉思想家王冲 学者原子灵 以及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等人 王羲之的额池还在 传说这两个大字 是他和他儿子王献之 一人写一个的 他写兰亭集续所在的兰亭 就在城西南的兰主山下面 这沈元就是陆游和他被迫离婚的妻子 唐婉 后来又相遇的地方 陆游是绍兴人 他那有名的拆通奉辞 就是写在沈元粉墙上的 明朝文学家 书画家徐卫 浩清腾 也是绍兴人 郑板桥曾经刻过一枚印章 叫青腾门下走狗 可见其仰慕之身 民主革命烈士 秋景 徐熙林 陶成章 都生在绍兴 在绍兴 从事革命活动 秋景就义的地方 就在绍兴 宣庭口 1933年 在这里修了一座纪念碑 是著名教育家 蔡元培 写的碑文 蔡元培 也是绍兴人 周恩来祖居 是明代建立的 清朝一位巡抚 为周家百岁老人 送过百岁寿母的匾额 所以人称百岁堂 周恩来同志 1939年 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 这就是鲁迅少年时代 读书的私塾 这里是鲁迅出生的地方 直到18岁 鲁迅才离开绍兴 去南京上学 以后他会故乡教书 也住在这里 孔一级这篇小说里的咸横酒店 如今还在 这咸横酒店 它也跟着孔一级 欲满全球了 您看 游客来照相 还喜欢打扮成孔一级时代的装束 李太白是诗仙 又称酒仙 太白遗风 这遗风 指的是喝酒 不是作诗 大概因为喝酒 比作诗好学 不费劲 而且还有物美价廉的下酒菜 更招人喜欢 所以学生特多 豆腐干 炸臭豆腐 和孔一级呢 多户在 不多也的回香道 是过酒配 也就是配着酒吃的酒菜 这是温酒的家伙 叫村桶 北京啊 叫水村 绍兴酒 酒色金黄 酒味醇厚 一般都简称绍酒 因为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所以也称为老酒 这喝酒的 也常常摆出传统的架势 这可不算是太白遗风了 这倒是一种休息方式 在闹钟起敬 庞若无人 酒店的顾客嘛 各是各样 有一个人闷头喝的 当然也有成群结伙 凑热闹 有小伙子 也有穿着入食的大姑娘 瞧 还有来见习的 不过他好像对茴香豆更感兴趣 是啊 小店名气大 老酒醉人多 瞧这顿梁 气魄不小 其实这老酒很温和 喝两碗醉不到绍兴人 在绍兴城里 酒店到处有各式各样 有现代化的大门帘的 有的呢 夹在两个商店中间 可门上的字 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留下来的 小酒店里就这么一张桌子 这楼上住家 楼下呢卖酒 酒幌子 简单恶药 一个字 瞧两头 一边一家 上哪喝嘛 随您便 这是在酒店里 酒坛子就在桌子下边 家里的 用来织床 省地方 闻得也香 以前 有钱人家生了女儿 就酿几坛子酒 藏在地窖里 等女儿长大 出嫁的时候 连人带酒 一块儿抬到新郎家 这酒就叫 女儿酒 酒那么多 酒坛子 当然就少不了了 可不 您看 坛子都落成墙了 据说 绍兴每季度销售老酒 达五十多万斤 平均每天达五千多斤 你知道吗 在酒厂检阅一下 这酒坛子啊 就得乘汽车 大街上 酒坛子 家道欢迎来往的车辆 运河里 酒坛子 压得水慢船船 请看 像不像金字塔 我们在直升飞机上 拍摄这个镜头的时候 都闻到了酒味 那浓烈的酒香 快把我们醉倒了 我们的船 也得靠在酒坛子上 在绍兴可看的东西 那真是太多了 我们的摄像机 就跟我们的眼睛一样 不停地记录着 绍兴那令人神往的风貌 哎呀 那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啊 我们来绍兴 从早到晚 就只能一天 是个一日游 您要上那去一趟 多住两天 看到的一定更多 下一集 我们将在杭家湖上见面